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三個大日程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我記得應該從昨天下午大概四五點的時候就開始有一次很大了嘛 那時候我就正好我在看電視 然後看電視突然之後我就超害怕的 我趕快把小孩子帶到那個 帶到桌子裡面躲起來 但我覺得小孩好像沒有特別的感覺 趕緊說那一次我已經在睡覺了 然後醒來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趕緊抱住小孩 那小孩就沒有醒他一直在睡覺 然後我先趕快檢查一下我的床附近有沒有什麼會掉下來的東西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都沒有 我就繼續就躺著 然後就不停的正午 其實真的大概整晚都沒有什麼睡 也有陸續看到有一些 就是新聞上面會教你要帶什麼防災包啊 準備一些什麼用品 我今天才看到 然後就傳到家裡面的群組 然後希望家裡面的人都可以就是多多注意這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是最重要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我今天會快倒進 就是往年沒有做過什麼 就是讓你一直想選擇 很想驚喜 但我知道應該下個月 老師好像有安排他一些 確定會有 確定會有禮物 確定會有禮物 手作的禮物說他 小 就是應該是兩歲之後吧 第一次送我的禮物 然後一直到現在我都有收起了 我有一個大的箱子 都是送他給我的各種 就是 卡片啊 小紙條啊 貼紙啦 用過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都非常珍貴的送給我 我就非常珍貴的把它收起 就是景華他因為參加那個 陳風光的姐姐 就是有被大家說 欸他又能唱又能跳 那你試一下知道他原本就這麼能唱跳了 是 他原本就很喜歡唱跳 每次我們 酒過三瓶之後 就可以看他 就開始在表演 他就是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 他唱的也不錯 跳的也不錯 我自己也有這樣 就前兩天才在關門看完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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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